各位现在看到的是1942年4月18日 杜利特空袭日本的历史画面 珍珠港事件之后 美军在战场连翅败仗 民众一片哗然 为了鼓舞民心 重振士气 美国总统罗斯福指示部队 尽快组织对日本的报复性打击 空袭东京计划由此诞生 因负责策划方案并带领行动的 是已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兵中校 吉米杜利特 所以也叫杜利特空袭 这是轰炸机起飞之前 全体作战人员在甲板上合影留念 杜利特中校将五枚友好奖章 记在了炸弹尾翼上 这些奖章都是战前日本政府授予美国军人的 现在杜利特要让炸弹帮他一个忙 让这些奖章统统滚回老家 这一幕被摄影师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成为二战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4月18日早上7点38分 舰队还未抵达起飞地点 却被日本巡逻船日东丸号发现 并向日本发送了无线电预警 那时维尔号巡洋舰立即开火 将其摧毁 11名船员中有5人幸存 被美军俘虏 执行空袭任务的 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第8轰炸机军团第17大队 该大队是美国陆军航空兵中的 第一支中型轰炸机大队 也是驾驭B-25机型经验最丰富的大队 此时舰队距离日本本土 尚有650海里 考虑到舰队再往前行 很可能会遭受日本海军的阻击 杜利特与大黄峰号舰长商议后决定 所有B-25轰炸机立即起飞 这比原计划提前了10个小时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轰炸机匆匆投完炸弹 立即掉头前往中国 此次轰炸行动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仅59人丧生 252人受伤 90栋建筑受损 就连杜利特本人都认为这次空袭行动彻底失败 担心回国后遭受军事审判 然而这一次空袭却震动了整个日本 16架没有任何护航的轰炸机居然带日本上空来去自由 朝野上下对本土的空防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为了加强本土防御 第二天便有500架飞机从太平洋战场返回日本 南云中一的舰队也从印度洋调回 迫使日本下了一丝败旗 在美国空袭的消息已经发出 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杜利特本人也被越级提升为准架 幸存的飞行员即经辗转抵达重庆 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表彰 日本遭到空袭后 始终搞不明白这些陆基轰炸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山本56猜测 夏威夷至日本本土之间存在不少岛屿 轰炸机可能是从这些岛屿起飞的 所以下定决心拿下中途岛这个战略要地 排除美军空袭日本本土的可能性 中途岛海战由此爆发 我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观看